对于德云社神奇的交友圈来说 娱乐圈的明星跟德云社交好 相信大家一点都不惊讶 近日演员无惊的妻子谢南 晒了一张与德云社演员合影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 谢南和儿子无所谓站在C位 两侧分别是周九良 张赫伦 鸾云平 孟克棠 谢南发文称 我的小助理和他的男神哥哥们 今天也是无所谓幸福的一天 希望能早点跟着师哥们学规矩 学本事 这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期盼 也充满了对德云社演员的肯定 特别是希望自己儿子无所谓 能早点跟着师哥们学规矩 学本事 更是对德云社演员人品 以及郭德纲教育方式的肯定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前几天奥运冠军孔力娇 对郭德纲的一番评价 孔力娇大意就是 我非常欣赏郭德纲的人品 和他教育徒弟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有着共鸣 当然郭德纲人品 大家是知道的 教育徒弟的方式 能给具体举个例子吗 别的不说 岳云鹏 孟赫堂就足够了 岳云鹏 红道发紫 到现在仍旧十分尊师重道 一切以师父为主 以师父为先 而孟赫堂 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被一位辈分比较大的相声演员羞辱 而孟赫堂呢 不仅没有师态 还在下场的时候 以一名晚辈的身份 搀扶着这位相声演员 如果平时没有师父郭德纲的教育 换个人的话 估计早在舞台上翻脸了 当然经历过这件事情 周九良这么说了一句 从那以后 我的孟哥哥明显的老了很多 所以身为家长的谢南 和奥运冠军 龚立娇 对德云社的教育方式 是十分认可的 要不也不会有 张宇飞 李文文 龚立娇 杨倩这些奥运冠军 追清德云社不是 对此 也有网友拿出主流调侃 看看你们反对的三俗 是多么的受大家欢迎 当然在曲艺界观众的口碑 才是最重要的 有观众的支持 那么您就是绝儿 如果失去了观众的支持 那么您就什么也不是了 当然也有网友好奇 吴京谢南 以及儿子吴所谓 与德云社的关系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都看到过 这段视频 就是吴京谢南夫妇 与岳云鹏同台说相声 岳云鹏喊了谢南一声姐 但是旁边的吴京不乐意了 要知道人家是亲两口子 你岳云鹏喊谢南姐 是不是就要喊我吴京哥哥了 而吴京这个时候发话了 我和你师父郭德纲 称兄道弟 你喊我媳妇姐 看到吴京不乐意 岳云鹏立刻耍宝 直接喊了吴京一声疏 这样吴京瞬间 没了揍人的理由 也就是这句话 逗乐了不少台下的大腕 除了与郭德纲的关系之外 吴京和于谦老师的关系 也是非常不错的 于谦有几个好兄弟 而吴京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年初德云社 郭德纲经常唱戏 于谦老师不经常登台的时候 吴京就常常做客 于谦老师的短视频 为于谦老师的马场代言 除此之外 吴京谢南的儿子无所谓 也是于谦老师的徒弟 也就是这样 在文案中 谢南称要让儿子 跟着自己的师哥们 好好学习一下规矩和本事 当然也有网友幻想 这对母子会不会来客串呢 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 毕竟在这个疫情防控时期 没事 谁也不会乱跑的不是 对此也有网友表示 德云斗销社第二季的第四战 干脆放在北纬路甲一号剧组妥了 直接来个特别剧本 这个倒是可以 但这就要麻烦编剧了 因为德云斗销社第二季的所有剧情 估计都写好了 就等着拍了 而这临时的改变 估计编剧会哭的 当然 这也看得出大家对德云斗销社第二季 和北纬路甲一号的期待 毕竟 德云社在这些演员的共同努力下 让德云社备受大家喜爱 当然 这也与郭德纲教育徒弟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如此有素质 有涵养的社团 也应该被大家追捧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